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浪姐4正在如火如荼的播出中 各种剧透也在坊间流传不断剧闻 浪姐4的复活赛已经在筹备当中 只有7个参赛名额 同时武功的选取及分组最近也流出了 虽然浪姐4目前的正片播放进度直到三宫舞台 但四宫舞台已经录制完毕 武功和复活赛也在锦罗密鼓的筹备当中 知情人士爆料 武功将在6月22日进行录制 而隔天则录制复活赛 经过四轮的比拼 目前被淘汰的姐姐有 王嘉宇 凯丽 汤伯虎 许静韵 陈斌 李采化 赵丽娜 汪小敏 李莎明子 无忧和秋辞选这11位姐姐 本来安全晋级的五千英个人原因退赛 因此节目只剩下21位姐姐 在这21位姐姐当中 刘亚瑟 贾静文 陈一涵 吉娜 许颖 蔡少芬 和徐怀玉这7位姐姐没有当过成风创始人 也就是还没拿到决赛的入场券 回到复活赛的消息 传闻复活赛只有7个参赛名额 也就是11位被淘汰的姐姐中 只有7位姐姐可以到现场来参加复活赛 其中 四宫被淘汰的秋辞炫 已经确定要放弃这个机会 秋辞炫作为人气相当高的姐姐 如果参加复活赛被复活的几率肯定很大 但她选择不参加 引起网民议论纷纷 有网友认为 她能坚持到四宫 已经体验过大部分舞台 也算没有遗憾 再者 她本人在比赛和训练过程中受到很大的压力 体力也不堪众鹤 而且唱票确实不是她的强项 所以才决定不参加后续录制 另一方面 也有网友猜测 秋辞炫是因为限寒令才不能继续参加比赛 虽然秋辞炫嫁去中国多年 但还维持韩国国籍 因此可能会受到政策的影响 如果秋辞炫放弃参加复活赛的资格 那就只剩下十位姐姐争夺席位 其中 足球运动员出身的赵丽娜表示 决赛录制的时间刚好撞上她足球比赛的时间 所以她大概率也不会回到复活赛场 网友继续推测 在剩余的九位姐姐当中 王嘉宇存在感较低 就算被复活可能也没什么水花 而理采化的年纪比较大 继续参加比赛和练习对体能是不小的考验 所以大概率回到复活赛的姐姐是 凯莉 唐伯虎 许静韵 陈冰 汪小敏 李莎名字 吴优 刚好七位姐姐 至于武功的歌单和分组 目前网络上也流传好几个版本 基本上六首曲目是确定的 但分组情况存疑 这六首歌曲分别是 一 芬芬阿尔门尼问黑 表演者 艾勒 知福 朱朱 岑可妮 蔡绍芬 二 圣语龙里电丝表演者 安伴 鲁静山 吉娜 陈一涵 贾经文 三 肖亚轩 潇洒小姐表演者 谢娜 刘亚瑟 张嘉妮 李莲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